来看看美国的雷瓦了 对他来说 跳马也要好好比 基本砸了 这次他的安马砸了 跳马也砸了 所以运动员一场比赛成功 还不重要 关键是要常常 比赛都成功 你才能站到领奖台上 对 特别是在决赛 预赛成绩是不代替决赛的 但是预赛可以看出 你一个大概的能力来 而且分组的话 分到第一组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这个运动员 做八百亿 他转体的方向 跟其他运动员转体的方向 正好是一个反的 对 所以看起来 有比较别扭 嗯 这就像那个 就是欢迎华兵 我们说的反方向的选手 有顺势振转的 也有选手习惯逆势振转 跳马只得了14.80 他也是6.6的难度 但他完成只得了8.2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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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